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来介绍螺旋编织技法编织的一条手链 那我们会有加一点小小的变化 那一样首先先取一颗12-0日本小猪 作为挡猪使用 那珠宝编织线一样是取200公分 那由下往上回穿这颗12-0日本小猪 作为挡猪 线尾的部分留50公分 这个挡猪下面留50公分 下往上回穿这颗12-0之后 我们要加4颗80日本猪 外侧猪 4颗80日本猪 然后再2颗12-0 1颗4米的浅珍珠 2颗12-0日本猪 这是外侧猪的部分 那我们一样在编制的时候 把这个线 就是你要抓住中间柱的部分就好 线把它往后外压固定住之后 由下往上回穿这4颗中间猪 线拉紧之后 外侧猪目前在左手边 那我们要由右侧往左上翻 接下来加一颗中间猪 一颗新的80中间猪 外侧猪一样是4米的角猪 前后都各有2颗12-0日文小猪 可是这一次的珍珠 我们要把它换成深色的 所以我们依序加了花领日本猪 2颗12-0 1颗4米的深珍珠 2颗12-0 一样把柱子推到这个支带的地方 我们刚才已经完成的地方 把这个珠子推过来 推珠 把珠子中间珠压住线 绕到后面用中指把它固定住 那由下往上回穿中间珠 那这一次回穿的 会有3颗旧的中间珠 1颗新的 我们刚才只加了1颗新的中间珠 所以是只回穿1颗新的 那有3颗是旧的 但是一样都是4颗的中间珠 穿好了之后 一样由右侧往左侧翻 那接下来一样加1颗新的中间珠 1颗 在外侧珠的部分 都是2颗12-0 再加1颗大珠 然后再2颗12-0 好那这一次我们这个大珠 要把它换成是4米的角珠 所以是加1颗中间珠 新的80 然后这一组5颗是外侧珠的部分 这是大珠的前后 各有2颗12-0 这本小珠 那这次的大中间的大珠 我把它换成4米的角珠 一样推到这个肢带的部分 把中间珠握紧 由下往上回穿4颗中间珠 有3颗是旧的 1颗是新的 总共是4颗 拉紧来 一样往左侧翻 那我们要 我们其实是5颗 5组外侧珠为1组 那这个算是中间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要加 一样是1颗新的80 日本珠中间珠 然后外侧珠这次 我们要把它换成是 深色的4米的珍珠 那一样前后 都会各有2颗12-0 日本小珠 推到肢带的地方 握住中间珠就好 由下往上回穿3颗旧的 1颗新的中间珠 总共4颗 也是要往左侧翻 也是要往左侧翻 再来一段是新的一颗80的中间珠 外侧珠的部分 是2颗12-0 1颗浅色的珍珠 以及2颗12-0 那由下往上回穿 3颗旧的1颗新的中间珠 到目前为止 我们做的外侧珠的顺序 浅色珍珠 深色珍珠 4米角珠 再来深色珍珠 浅色珍珠 这样是一组 在侧面看起来的话 5段是一组 那这里中间这个就是4米的角珠 那4米的角珠 旁边两侧都是深色 然后再来才是浅色 这样的顺序 那在这个每5组这样子 5段一组的这个中间 我们要来加一点小小的变化 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一颗12-0 日本小猪 在三颗的方形水滴 这里加一颗12-0 以及三颗的方形水滴 那这个地方我们只是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我们要把这个12-0水 日本小猪由下往上回穿 那这个线要拉紧 这个线要把它拉紧一点点 不可以这样有间隙 这样有一点点缝隙不行 那把它推到底 推到跟80的柱子是密合的 然后加一颗6米的珍珠 6米的珍珠 再做一组雪花 就是12-0 加上三颗的方形水滴 一样要由下往上回穿 12-0日本小猪 那一样要推到底 这个不可以让它有缝隙 就好像是在6米的珍珠左右 各做了两组雪花 那就再继续做 因为这样就是一组 其实我们就是这样一组一组 做起来 5组的螺旋边的部分 然后再加一组雪花 然后6米珍珠再雪花 像这样子 就是 这是螺旋边的部分 然后中间再加这个雪花 然后珍珠这样子做穿插 好 反复的做这样子 5组的螺旋边以及1组的雪花 总共要做4组 就是再重复3次 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一样 加4颗中间珠 然后一组外侧珠是先浅色的珍珠 那记得珍珠的前后都会有12-0日本小珠 所以它就会是4颗中间珠 2颗12-0一颗4米浅 再2颗12-0 由下往上回穿 4颗中间珠 那这个一样就是我们螺旋边的部分 跟雪花的部分一定要密合 所以这个线一定都要拉紧 像这样子有缝隙都不可以 要把它推起来 推到底 推到这个整个完全密合 它是没有间隙的 没有缝隙 一样它是在右侧 我们把它往左上角翻 接下来都是加一颗新的中间珠 然后再外侧珠 那记得外侧珠的话 都是中间一颗大的 然后左右各有两颗小的珠子 这颗是中间珠 这个是外侧珠 那外侧珠都是五颗 两小大两小 那中间的大珠就是 四米的浅珠 然后再四米的深珠 然后再四米的角珠 那一样由下往上回穿 三颗旧的一颗新的中间珠 那这一组的话就是四米的角珠 所以还是一样前进四颗中间珠 一样往左上翻 那接下来是深色的珍珠 所以一样先加一颗新的中间珠 再加一组外侧珠 我们下往上回穿四颗 那我们螺旋边的部分都是五组 五段是一组嘛 那还有一组 一段是那个浅色的四米的珍珠 这样才完成五段的 好 那接下来要做直线边的部分 就是这个十二零 加上三颗的方形水滴 由下往上回穿十二零珠 那记得这个一定要跟螺旋边的部分密合 不要有缝隙 那直线的部分我们就是一组水滴之后 就是一个六米的珍珠 然后柴又是一组那个雪花的部分 就是十二零第三颗的水滴 这里一样要把它推紧来 这个都不能有间隙 不要有缝隙 因为这样子线浮出来的话 它比较容易勾倒 也比较容易断掉 那一样要推紧 确实的推紧 好 就是这样的方式 这样子我们已经完成了两组 那我们总共要做四组这个雪花的部分 就是方形水滴的部分 那前后都是这个五段的螺旋边 所以做完四组这个雪花之后 就是水滴的这个部分 就还要再做一组这个五段的螺旋边 但是后面就不要再接水滴花的部分了 好 像这样子我们已经完成了 继续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 前后都是五 螺旋边 然后中间的这个水滴珠的雪花的部分 一 二 三 四 四组 好 就是六密珍珠的部分 一 二 三 四 四组 那这个螺旋边的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五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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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五 來鞭子就一樣是加一顆12-0 然後三顆水滴 留下往上回穿12-0 一樣要拉緊像這樣都不行 拉緊 推到這個推向點 那你也可以把12-0改成80 可能會比較容易固定 就加一顆珍珠 因為水滴後面就是接珍珠 然後再做一組水滴 推到織帶的地方 這顆12-0是我們要回穿的 那剛才在螺旋邊的中間的部分 我們都是做這樣子 因為這裡我們已經要接扣具了 所以我直接就是再接珍珠 等於是水滴跟水滴中間都是有一顆6米的珍珠 這樣子 那我再做一組水滴 那一樣也是要讓它密合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接扣具了 那扣具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要注意一下它的這個長度 因為扣具的部分 我們今天用的是磁扣 所以它大概是1公分的寬度 這裡我就先加7顆 7顆的12-06小桌 川果扣具 我們還要加一條金屬 我們還要加一條金屬 再加2顆12-06小桌 由上往下 等於是扣具下來的這個第三顆 這是扣具前面的1 2 3 第三顆 再加1 2 3 4 4顆 再加4顆 那因為這個地方是沒有辦法回轉 所以我們要繼續前進回到這個螺旋邊的部分 才有辦法做回轉 所以是前進這個 最後一組的雪花的那顆12-0 然後從這顆12-0開始 織帶的地方前進 各位在編織的時候 可以把雪花的那個部分 就是那個圓水滴的 方形水滴的那一部分 把它換成是八零的珠子 這樣你在回穿的時候比較好穿 那編織的時候也比較容易拉得直 講義我會改成是八零的珠子 好那我們就回穿到這個 織帶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回穿最後一組 四顆的中間珠 再回穿最後一組外側珠 那因為我要做回穿的動作 所以我就再把剛才的直線的部分 這些珠子再回穿一次 回穿到扣距的地方 然後再回穿到螺旋邊的部分 去做收線 那注意線不要卡到珠子 再會先拿來 再說一首 然後再隔一邊 再切一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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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收线的时候 一样就是 前进一组中间珠 然后再回穿一组外侧珠的方式 那最后一组的外侧珠 我们刚才已经有回穿过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回穿它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前进到下一组的 就是多前进一颗中间珠 然后再回穿 对应的外侧珠 那就这样子回穿 那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在回穿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技巧 因为我们在做雪花的部分 有可能就是说 会比较没有密合 拉得没有那么密合 那其实我们可以 就是像这样子回穿一两次之后 我们可以快速的前进 直接前进中间珠就好 然后穿过到这个直线的地方 因为我们线有留的比较多 就利用这个回穿的时候 我们来把这个可能直线的部分 我们只要直线穿过就好了 穿到这个珍珠的上下的那两组 都12-0就好 那就直接到下一个螺旋边的部分 然后再去做固定 每一次可以这样子这里在螺旋边的部分 固定个两组外侧珠之后 就直线前进到下一组的雪花的部分 然后再到螺旋边再去做收线 这样子的话这个直线的部分 雪花的那个地方 如果有没有密合的状况也会改善 那另外一侧的那个起边的那一侧 那回穿的时候都要注意到 不要卡到那个线 不要卡到珠子 要注意尤其是在那个雪花珠的那个部分 像这样子有卡到就不行 然后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让它卡到珠子 那起边的这一端的话 记得把这个挡珠一定要拿掉 那个挡珠一定要拿掉 它才会密合 那以这边尾端的这个做法 做另外一侧 这样子就把扣具接起来 那这个长度调整就在这个位置 在这一段 这边的珠子增加 长度就变长 那如果你的长度根本不需要到这边的话 你可能在这里的时候就减少六蜜珍珠的部分 或者是雪花的部分 然后就直接接扣具 也可以 那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变化的螺旋边的一个手链 然后就在这边 感谢观看